港版国安法全文案页公布 刑度与宽度都较预期大 非港人或不在港犯案都适用 只要被扣上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 四类罪名最高都可处无期徒刑 法律学者宋承恩在脸书上批评 港版国安法是事迹恶法 他说罪网非常广 包括批评政府 阻挡法律通过 阻挡政策执行 都会构成国安犯罪 宋承恩说 他的罪网还牵涉资助 参与 宣扬 还管道公司 团体跟NGO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港人在删社群软体发文了 不在香港本地 而在香港的船舶或是飞机上面 航空器上面 这也就等于在香港 然后香港人如果在境外犯罪 比如说香港人来台湾参加 其一的游行 或是说纪念六四 八九六四的游行 都有可能构成犯罪 所以他不但是很容易 很容易入罪 而且他管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宋承恩还喊话总统正事 他也建议台湾英语国际 一起反制 但现在就是说 肩负政权最现在也进入香港了 下一个台湾人 如果成为李明哲的时候 政府会采取什么立场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 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 并且要联合其他国家 因为一定有其他国家 包括现在看到加拿大的两个人 被中国带起来当作人质 各国的人民都会面临这个 法律的这个效果的时候 台湾的政府要如何保护 我们自己国民 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民 会更关心的事情 香港法律学者张达明 更在脸书上写道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法律文本充满国内 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 与香港普通法的精神 及法律语言大相径庭 驻港国安机构人员 在搜集情报时 可以在不受规管的情况下 截取通讯 并讽刺 温馨提醒全世界80亿人 应该首读港区国安法 以免误罪罚网 新唐人在电视 黄晏玲 晨真采访报导